各位早上,歡迎收看這節的即使公諒,我是林志彤 這節有Stanley在這裡,Stanley 你好 你好 我今天第一句說的是,市仔瘋了 但我第一句看到Victor留言,我就很感動 昨天才有人問完,鐵塔走不走,逢高減低 我叫淡蝦50%,真的挺感動,很少 但問題是,你的股份跌到那麼殘 你現在這樣的時間都升萬之五 其實你回轉,真是差 沒辦法,有得升級很好,明白他的想法是怎樣 308,你這麼感動? 沒什麼 沒什麼?預做 這樣說話又不行 但我想說一件事 其實現在,308的情況是怎樣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說是否如... 怎麼說呢? 又不是完全沒得,估計不到 其實有些事就是說 當你見到有些,你叫什麼呢?有些啟示 有些情況出現了的時間 你說他爆上來,我反而覺得 其實是很合理的 其實是,我們這樣去形容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昨天收市之後 我錄了一段片裏說 港交所的筆水馬的量 是沒試過那麼厲害的 其實昨天,我想說幾件事 大家可能會聽到會明白一些 昨天港交所的成交量 是五十多億 五十億左右 應該是約五十億左右 那筆水 筆水,筆水的成交量 佔多少呢? 六成左右 筆水裡面 大概是三十億來自筆水 不然當中有二十八億是只賣入的 你想一下,即是所謂是賣入的 你想一下就是說 其實昨天,北水是突然之間抗掃它 但是你說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他們這樣做 我都覺得,我都是去想 但是一件事呢 因為昨天開始 因為昨天見到那個 即是見到這個東西之後 我馬上去看看內地的網站 就是搜尋一下 究竟他們在港股的觀看法 就很明顯是說 現在他們很多的看法就是 覺得港股很便宜 即是有這個狀況 有一個追落後的情況 所以變成為何現在的筆水 賣得這麼厲害呢? 是某程度上 他們覺得港股這邊是便宜的 而為什麼會覺得便宜呢? 因為第一 上年的時間 A股升得很厲害 港股是要跌的 而且是說 因為人民幣的匯價上了 所以他們變相之下 他們覺得就是說 如果你可能買港股 好像便宜上加便宜那樣 就是有這樣的感覺 第二就是 變成是 他們覺得很多新經濟股份 內地沒有這些東西 只是在外面有的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買下來 就是買法 而港交所的那個價錢 為什麼升得這麼厲害 其實有些有理解的 如果你要將這件事再解釋的話 第一 大家看到現象 當你筆水 不斷來買的時間 其實你也看到 成交量是升了上去的 這是一個現實來的 而且 另外就是第二次上市的這件事 所以 是否完全沒有露燭呢 也不知道是 現在港交所 整一下整一下 昨天我都查過了 現在筆水 佔港交所的股份比重 6%了 我想打後的時間 應該會越來越多 因為這件事 可能很有趣的 你說爭論有時的股份 便宜與貴 可能你說爭論一些 好像騰訊 甚至一些科技股 你說它便宜與貴 其實你會有一個概念 可能你說它過百倍PE 很貴 你會有這個想法 有這個mindset 但是港交所 你說它現在60幾倍PE 貴還是便宜呢 其實你很難 這件事 你也難說它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港交所本身 大家買去 你說是 其實就是 即是買那個叫是 即是未來的時間 就是我的憧憬 假設你說現在 那個成交量 好像今天為例 我昨天都這樣說 都不是現在 我昨天看回眉線都這樣說 即是昨晚 當你現在的成交量 可能是1000億的時間 你又可能會預計 之後的時間 可能是1200億 你到1200億的時間 你又覺得它有機會 是1400億 就是這樣砸上去 所以如果像現在這樣的情況 你想想 現在10點38分都未到 成交量 差不多1000億 即是當你這樣的情況之後 你都可能只有出了一些報告 可能它說成交量解設 說那個成交量 可能是回到未來一段的時間 當然越來越多新股 即是第二次上次來之後 可能去到3000億 你要用港交所的國家 可能現在看上去 很便宜的 之後有些這樣的情況出現了 所以沒有 即是你剛才所說的這些 其實講一句 你可以在之前的時間 提到出來的 所以為甚麼 上年我都說 即是上年那次推介 即是要重心推介 一定有去反正的意思 所以沒有了 你問我現在怎樣做 我都是 放紙繞 先放紙繞 會不會加注呢 既然北水買得這麼瘋的時候 加注我反而不會加注 如果你問我自己的話 反而我會覺得現在市況的玩法 或者模式不同了 即不同了的意思就是說 要可能真的分分鐘 真的一見到那個勢不對勁的話 要沽貨 你已經等到市定了才能夠進去 現在今天的市 最多星期七舊上來 是呀 我們剛才在外面說 今天可能見到三萬點 是呀 沒錯 昨天就說 你覺得第一季見三萬點 也不算太樂觀的時候 今天這樣衝上來 那個現在 全民皆股那樣 又昨天去看醫生 也有很多人在講股票 那天是這樣的 嗯 會不會有 如果出來以為 味道有甚麼敵地步 是呀 很厲害 1478那些 都說出來發營氣 不知道哪一隻哪一隻呢 那個鏡頭又沒有那麼厲害 現在已經是千億成夠了 是啊 我們剛才在外面也有說過 用不需要 又扯戰扯退 有一些利潤風口的股販 又退出出來 先拆了少許利益 做淡應該就不會了 就是被人夾死 做淡了 我覺得 在筆水的情況之下 做淡行不行呢 不是不行 等時機 等一些筆水 真的可能你說 退那一刻 他退後退得很快 那不就追 不是不是OK的 當然是你買一樣的 其實你說現在 我想就講多一點例子給大家聽一下 因為昨天都做了一些功課 自己收了市之後 我都做了一些功課 在那裏 在那裏 其實不斷思考一個市 那個情況 其實很多股份 現在你是不驚不覺 原來筆水持股量 其實是開始強勁的 如果昨天為例 昨天收市之後 如果你看回港股裏面來計 應該是筆水持股權 超過兩成的股份 現在差不多有好像六七十隻 全是大還是什麼尺寸 全是歐巴奧 那些筆水可以賣的港股 現在你大概佔兩成股權的話 就是說 如果AEH那些 計算在那邊 如果佔比超過兩成股權的話 已經差不多有六七十隻 如果去到15%以上的那些 更加之多 應該很多 不過我昨天都沒有計到這麼仔細了 但好像你說一些比較權重的那些 不是權重的那些藍醜 好像信譽這些 信譽其實這段時間是很強的 昨天的時間 信譽筆水持股權的量 其實你也猜不到 原來股權的股權是一成六的 你如果再看一些個股 好像叫什麼呢 敏華 那隻梳化股 原來筆水持股權是兩成二的 其實你想想 其實原來現在市場 開始有一個現象 筆水對於個別股份的影響力 是開始越來越大 沒有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看昨天的內地的文章 都是在講一些廣告的東西 他們在講一個項目 我覺得挺有趣的 那個想法 也是一個事實 是什麼呢 他們說其實以往的時間 港股 那個股價的定 那個話事權 那些定語權 其實就是外資 但是現在整一下整一下 就變成內資 就是會出這個什麼狀況 所以你說 就是之後那個 我們剛才說港股A股化 整個整個真的是A股化 但是如果這樣的時候 就變成一些東西 如果你說以那個部署的玩法的話 就說來得快去得快 就是要穿這個這樣的狀況 而講過這方面 更加之有趣的是 因為你沒有什麼 你沒有那些什麼 你跟內地說一成跌停 沒有的 所以波動性更加之大 所以變成 沒有的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要跟一個trend來玩 現在變成是這樣的玩法 轉世的跡象 大家要怎樣找這些堅持去 當你看到可能 不過這個就很考即時的策略 就好像你說 好像港交所這些 如果突然之間 它的股價是 急墜下去的 那你變成可能 如果這樣的話 你要自己看一下 究竟是那些盤 是那些不稅沽貨 還是說那些 其實是真的 可能純粹一個調整 我看這件事 但是這些又變成很 很即時的 要這樣做 你說突然間 現在可以教大家 難一點 都難一點 如果說 因為這些股份 始終真的升了很多上去 其實沒有的 我覺得升很多 如果一個股價 跌穿了昨天的低位 它就會設置止賺 這個行不行 可以 我覺得現在這些做法 大家可以自己想 自己想一套給自己 不需要說 刻意跟什麼人 就好像 有安全可能 你說當你升了 去低高 如果真的見到 去低高 突然間下降 可能下降5% 你只賺的 都可以 做這些策略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 每個人自己 因為每個人 整個風景都不同 可能有些覺得 我沒有所謂 我可以給一成 甚至有些我可以放 或者賺得多 我放也可以 大家自己去想這個情況 不過現在的市 其實玩法 部署上 我覺得跟之前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如果假設 北水那麽大 大家是要自己去 導致一下 因為現在的北水 醒來醒來 你維持著那個 那個大少爺成交 日軍來說 都現在卻佔了三成 其實是開始幾厲害 金金 早晨 早晨 但是我還是說回現象的情況 那個市 那個市 又怎麼看呢 是否你剛才 我們開節目之前 你剛才說 看那個小孩好像有排炒 有排炒 都 不過這些 又這樣說回 如果你以當前的氣氛去看 我覺得是OK的 有沒有一些忍憂在這裏 一定有的 就是因為北水差多 其實是很簡單的 我們之前 譬如有些事情擔憂 可能你說拜登上場 甚至乎疫情這些事情 其實你說有沒有影響呢 有的 但是如果你以這些資金 去低資金的流向 他不怕 沒有東西的 其實這個現象 正常 我都覺得是 今次大家應該是 很忙 在這一次 真的 你問我自己今早早 因為平日星期二 我是要寫稿的 我今天都分心了 真的 今天大問題是 真的沒辦法 就是 你的市今這樣行 我反而覺得大家 是可以當一個 一個賀集的機會 因為 就是看看股份 看看那些 那個pattern怎麼走 北水怎麼去部署 這些 我覺得其實是OK的 就是 我覺得看是OK的 但是這些 大家是要自己去 要花些時間去看 這樣 升多一點上去 現在 美金升 要不要管它 今今今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要去升 因為最主要 恐高症 就是畏高 畏高 很正常 很正常 所以你問我自己 這一段 好像這一兩天 我還是要重新適應 那個市 搞哪些科 問心 就是你問我自己 因為 如果這一段 大家是很看重 一些基本因素 就是看 Fundamental 你要多東西 你看下去 你其實真的 你不會買 而且 如果以往的時間 你沽硬的 一定沽硬的 例如呢 其實你什麼股份 都貴的 你看騰訊這些 你這樣升 就是不要說貴不貴 你短期這樣爆升 上去的時間 你怎麼會不走 這麼大小的股份 就好像以今天來計 3690這些 美團這些 你那個Market Cap 兩萬億 就是你這樣計 你怎麼可能不走 但問題 第一個情況就是 現在 你明知是說 筆水真的不斷去買它 所以這件事很有趣 你看看今天的時間 你說 再用ATM為例子 那件升 其實真的是 是T和M升得很厲害 A呢 不行的 A是跟升的 是完全不進 為什麼呢 但是又這樣說 現在騰訊又縮回去 你爸爸反而升了多於騰訊 這件事很快 所以就是這些 筆水那個 那個流通 就是流的那件事 但我想說出一點就是 因為現在 你只要有筆水參與的股份 你那個股價的波動性也好 你那個走勢也好 可能會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其實你沒有 可能大家會開始 集中買一些筆水有的股份 其他就不買 這樣 就會有什麼現象 但是你說恐高症 我明白的 我自己都真的 自己都 過了這兩天的時間 都不斷問自己 這個市現在 應該要再去分析的話 怎麼搞 我都跟自己說 是對的 但是現在 是不是很害怕呢 就是很瘋狂呢 我覺得 不只是 我覺得還可能 再會瘋狂一點 再會瘋狂一點 沒有 現在氣氛 氣氛 最主要是筆水 如果你筆水的資金 都還是這樣湧下來的時候 變得很像鬥瘋狂的 可能現在有些人 可能 因為你記住 以說優秀為例 你現在有批人 買這些東西 我們那些有批人 可能去後師後師後師 那些東西 厲害 這麼厲害 我先開始賣了 上之前Kenniff 都有說過 Kenniff Lee CSOP都說 大陸那些人的炒股方法 是 見他升 就會追上去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問我的話 其實沒有 是這個什麼現象 但是只不過 什麼時候會停 什麼時候是完 你真是不知道 是的 其實是的 所以你下線 我明白 188真的反明是落後 打完出來落後 但是問題是 如果落後都升得8.5% 就不算什麼 不過我見剛剛 金超和Victor 這麼開心 我不打算你 你先拿著 好 我們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再問Tesla 有位朋友想問Tesla 盧小姐在電話旁邊 盧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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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我想問誰股份 我想問1797 我40元買的 還有1萬股是33元買的 我現在又買出去 是否轉股 是否轉股 是否轉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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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又買出去轉股 好 OK 這些都是落後的 是 但是新東方在線 業績表現其實是差的 之前 之前我都有 這個股份有輕輕看過一下 但是它的業績是 我印象中的業績 其實是歸損 歸損擴大了一些 但是 當時市場很炒作 因為它有些什麼 有些業務 有些業務 就像是說 一解釋 你投資很多 現在處於一個投資期 但是我又不是 我真的不是很購買 特別是購買這些 但是你說現在 你說它的股價 開始彈一下 你說現在是否要沽出去 就是沽出去 又這樣說 我不知道你本身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 的心意選擇 就是因為你見一隻 就是新東方代線 但是現在 剛剛叫做低位度 有些反彈這樣算 那是個勢是弱的 不過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市場 可能現在的氣氛 比較好一點的情況之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再升多一點 那二十出個半島 你先看著這些位置 但是這一隻 我都說那句 基本面 一般的 其實很簡單的 這一輪你看到 那些股份 那些股價 其實是 如果一個很長的趨勢體 跌到這麼低的話 這些股 都真的是 那個基本面 一般的 那些人都不會炒它 所以這些股 如果你真的有課的話 見它有一彈 都可以減一減榜 所以七八八這些 Vector 都說了一句 都跟你說了一句 你小建議你 你這樣升上來 其實好像很厲害 但是記住 它的價格是這樣滾下來的 所以彈上去也好 你可能彈得多 所以這位 你見它 尤其是這位 去到現在 藍色線這條線 就破不了了 這條線是一百天線來的 有時候差不多了 所以變成你自己 都是那句 你有課的話 就自己看路了 騰訊 是否給我們買 騰訊是否給我們買 騰訊是甚麼 662.5 現在升了很多 是給我們買 還是叫我們走課 我又不覺得不需要走處 還是買不買 我是不買 你剛才才說過市場 還有一段時間去炒 是 這些 這些自己 騰訊 因為為甚麼呢 六百多元的騰訊 我有沒有機會拆光 拆光才說 拆光了 拆光了 又飆 飆回又是變成六百多元 問題是 你一手六萬多元買下去 你買的多少手 我當你現在 可能當你說 你有六十萬的 有十手的 你又買一手半手 那我就告訴你 如果你說 我只有十匹東西 你買完一手之後 你想想買完一手 你買三匹多的東西 交了住你又加不到 甚至賠債 你賠債 可能沒有這位 再爆 想買它 又不出奇 我覺得 現在你買這些股 你肯定買這些東西 自己那個 那個 那些什麼 看圖和不得呢 資金 不不得 變了音速下來 漂亮 還要漂亮 不不得 但問題是 這位真的賣不買 這位膽子 好啊 聽完吳小姐的電話 看看她的策略又想怎樣做 吳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問 我昨天其實打過來了 我記得了 她今天又會升六百幾點 我想知道 我們人手持續多久 平均17.5 現在她這樣升上來 我也不知道她有沒有升 想上網多少 還是我現在到本 走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做 是 我本身你本身有多不多貨 有四萬股 四萬股 我就想看看她 她有沒有再有去升 還是現在到本 走了 真是 很難說 我又想走兩走一半 但又怕她 走了又升上去 是的 走了之後 走了之後 我都其實 我也明白的 有點不甘心 其實等到很多錢 等來等去都是這樣做 我也明白這件事情 我也明白你又說 又說那種感覺 想殺了她又一次 好像給她一次機會 那種感覺 沒有的 還是說一句 你說現在 除非你自己 可能有些東西 很想換馬 你覺得自己很想買 我要換馬 那你說沽去換馬 沒有意見 不如換有幫 可以嗎 你好像昨天心碎 可以嗎 你都是內險股 我喜歡有幫 但你問你這價有幫 又怎樣說 如果兩隻都可以選 現在這樣選 我寧願你等一會 看看一隻東西 有沒有再升上去 因為這隻真的很落後 我都明白 但蘋寶今天真的很落後 蘋寶 蘋寶也是嗎 落後後 會升六百幾點 不動 所以蘋寶這些 一百元這些位 真的要看好 才會加住 蘋寶這些 上次我都說 我都說 上次見到她的位 你搭不到她 真的要走 第二至二百 我明白的 吳小姐真的落後得這麼交關 你看到她今天又好像好分 好分 給她一次機會 蘋寶小姐 拿著她 好 但這些好像 紫童華齋 你又換馬去 1299到 都不是不行的 不過我會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剛剛提到 給她多次機會 蘋寶寶 看看有沒有機會 彈高一點 彈高一點才再換馬 OK的 好 多謝瑩瑩小姐的電話 先聽胡小姐的電話 胡小姐你好 早安 請問哪隻高分 請問兩隻高分 我想問2018 我都要45個二位附近 他們想到47個半 都不想得到 我想問一下 現在要估作它 還是想問它 上怎麼辦 還有700 750 我還有7500 一個不多 今天飽了上去,很厲害 一個二萬,以前我吃一個二萬 我想問我還沒多少,還有什麼價位置 好 說實話,胡小姐,先那隻750 今早早,那你都不走火 今早早上過去,過六 短炒,其實這些位置吃到糊糊先,非常好 好,但是這隻東西,這隻東西很可惡 但是現在,有點尷尬 當然這樣算,如果它的股價真的晚一點 你再衝高上去的時候,那你又拿著它 但是,你用它今天,我想先說 今天只有六個月,因為它搖八,到這位置 你當穿過衣服,穿過衣服的話,就先走了 我覺得這隻股,你看那個勢好像很厲害 但是,一來我對它沒有研究 二來就是,這間東西的印象中,那些雜物都高 而第三就是,那個圖出來的那麽可惡 如果它破不上去的話,都有些濕製 所以,用過三座紙站位,好嗎? 這樣就可能好一點 有錢賺很厲害 對 不用那麽執著的雜物 但另一隻,2018就 這一隻,真的 我想胡小姐都會想 如果解釋,我沒買這隻,買一隻2382 情緒差多遠 還有人想追加這隻2382 我看到了 所以,我也想提起這隻2382,一次過趕了 2018怎麼做? 怎麼做? 又是落後 都還有錢賺的 現在 是的 四天,四天出個半這位置是大阻力的 你見到它都不能上去 你見到它都破不上去 胡小姐,看看你能不能接它 你說,那天它是落後的 落後得很交關 那時又升了多一點 是的 所以,現在的市就是這樣 你說,如果這些市況之下 你拿著一隻,都叫藍醜 那你見到同業,信譽清得這麽厲害的時候 這一隻有沒有機會追落後 都可能有些機會的 所以,拿著先 拿著先 你駁去穿這一下,穿四天出個半 如果你說,今天可以穿上去的時候 你覺得,都可以拿著先 都擔心的 你還未拿著先 OK的 嗯,好啊 好啊 還看看,還有沒有封衣 沒有封衣 我們快點回答一下Youtube上面的問題 好啊 先看看股仙 有人問Tesla 昨晚美股沒事 是的,沒錯 Tesla就想27號之前 再加住 已經持有50股了 401元 恭喜債 厲害啊 現在100多元 Tesla智庫 是的,厲害 OK的 我沒有什麽意見 為什麽呢 如果你持有的價格 你這麽低的話 你加住 那種平均價 你扯高了 但也不會有差 怎麼說 你第一次投票太低 27號是什麽日子 為什麽要27號前假呢 我都想問 不過你幫我問 但我不管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時間 你加多一點 沒有什麽意見 因爲你已經賺了這麽多 其實你某程度上 你住了差不多 解釋 它跌五成 你都是打個和 所以先拿著 業績之前 不過業績 我覺得最主要是 看看它本身 那個叫做 就是預測數字 預測的情況 是怎樣 Forecast Forecast 其實有一點 美股有一點 美股很多時候 除非這個業績 是跟那個預期 差很遠 如果不是的話 業績的因素 是影響性 反而不是很大 反而是公司的展望 這個很重要 Tesla的展望 應該按道理 我自己覺得 它不會差到那邊 因爲始終內地那邊 你見它那個 我們銷售的情況 應該是幾不錯 所以如果你在這些位置 駁它 我沒有什麽意見 特別是因爲你這麽低 那麽有貨 你不擔心 恭喜你 另外 金金就說 3908升這麽多 升成差不多 一成 6030 都是升到4% 那沒有的 那兩隻業績 都是有少許分別 但是6030先拿著 現在這麽暢旺的時候 那些中資券商 是不是可以再衝高 可以的 資金會不會輪到它們 其實之前 它開了車的 不算多 不算多 但是之前是開了車的 它308這些 上來了 6030 6030先 6030 6030 差不多 其實如果你用這陣子的升幅上來算 差不多 但是你說這些股份 你說駁它再破頂 可以想的 那A股又不是差 對不對 我覺得可以想一想的 可以想一想的 好 2382 剛才你都想說 信譽8% 這隻就是 剛剛提到說 北水撐得多 北水撐得多 但是為什麼它撐得多 我想炒兩樣東西 可能 又是 不過又是 昨天才想到這個情況 是 第一就是 都是蘋果那單東西 就是那些消息 它有機會和蘋果合作 第二就是 其實車載鏡頭那邊 那個需求的機會會大 為什麼呢 話說就是 你現在那個 叫做 有一些 有一些新的那些車 其實裝那些車 那些 那些硬仔 要裝很多的感應器 一架車好像要裝 8顆 至少要裝8顆 所以 有些說法就是 當那些汽車的行業 又好像康復的時候 對鏡頭的需求量 又會增加 所以變成對於信譽來的 可能對它 今年這一年 可能那個業務的發展 會有些大的幫助 不過這些東西其實是不便宜的 而且 如果你說同業相比的話 好像你說 什麼 大立光 歐非光學那些 其實歐非科技那些 其實它升得特別 就是信譽 升得特別厲害 那你當它有些 真的要動頭的優勢 但是現在才追 什麼都不建議 我發現 信譽和 好像廣交所那些 我覺得 那個情況有些不同 它真是 我應該怎麼說呢 你說388 它的賣點 它真是 很實際 真是 現實情況就是 你的成交量 真是厲害 第二上市車會來 這是很實際的東西 但是順於這些 你這個憧憬 我覺得 相比廣交所的情況 差一點 內房是否啟動 那些龍頭橫置地 很厲害 但是688 真是 真是 688 搞什麼 813呢 西貿房 內房真的可以想一想 真是說笑話 現在才叫做 如果你要追到後 這些可以想一想 如果配合追到後的心態 內房真的可以 不過你說追哪些 我還是覺得 西貿房這些好跌 西貿房這些 潤地呢 潤地的圖都不錯 不過我一向都不太好 OK 所以我才對 我一向都不太喜歡 你想要813 對 之前你有猶豫想買813 沒有啦 因為你沒有錢 二來又真的 因為 上年的時間 打算買 什麼都變成了賣的廣交所 買了騰訊 那我沒有太多錢 813 什麼位買呢 如果是的話 要追 先去看伏圖 都是現在 現在買的了 今天呢 阿Kym 今天很多股份 其實你說 你說是不是又 即市場上升 很多之前大升的股份 其實反而今天就表現不一般 就是說那兩隻 一隻是順達 一隻是中原海空這些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中原海空的話 我想不要罵著 還有這本身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貨 跟什麼事這樣跌 沒有 我覺得是 好像內地都在跌下去 低韓 是啊 但是運費其實還在升 不過 不過問題是 你說這些股份 就是炒那個 炒了一些氣氛 這隻東西 但是很多時候可能是 因為那些錢 可能有機會退出來 炒其他東西也不奇怪 因為這個辦法 其實你想回頭 好像以中原海空這些 那個鏡子升幅 其實一點都不小 升了很多上來 所以你說有沒有機會 那些錢 可能現在叫換馬呢 不奇怪 其實不止他們 你九六八都可以跌的 是啊 我剛才馬上按隻九六八出來看 是啊 但是之前我說 現在九六八 是轉了去買三個零六度 不過都沒有 其實這些辦法 可能現在 你當它尋一段時間 但是反而這些時間 如果它的價錢跌定一點 反而我覺得 可以想想 下不下得到十八個多的位置 之前就是調整 等 就是十八個半左右 十九元左右 其實十九元左右 十九元左右 但是我也有興趣去買 不過我先等幾回 因為現在市場 是很現實的 這些強勢的股 真的升得很厲害 但是有些股份 轉弱了那些 反而現在不是一個市場的消點 這些就先等一會 八五三 一八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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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轉走 一八零一 一八零一 還有你想轉些什麼 不然八零一 今天都可以升 不過升得不是很多 但是沒有的 升那麼多之前的時間也是 那就先等一會 其實沒有 我覺得這些市場 都有一些比較耐性 還有有些股份 你見到 升了很多上來的時間 有些真的升一升 開始慢一點 有時候又不好 就是 我又覺得有時候 不要以為這些股份 只會得升不會跌 其實不要這麼想 如果有這個想法的時間 當市場一直轉那一下 其實你走不接貨 因為現在這些市場 你看上去是很厲害 但是怎樣也好 要自己有個mindset 隨時有機會 都是要 就是要 扯戰者退 是這樣的情況 真的 順便提及 今天有一個IPO2159上市 都很厲害 三元招股價 現在四個就好 真的厲害 下個星期繼續有新股 大家可以留意著 2382走不走 走不走 拿著先 金金你多少錢買的 這麼瘋 2382這麼瘋 是瘋 但是現在 你的強勢股價錢都這麼瘋 我怕你 走不走 是 金金你自己 如果定下紙幅 現在是 現在是 可能你會覺得 當你現在這價 你當馬人資5左右 可能當210元左右 如果跌穿這些 就是解釋後置的時間 跌穿這些位置 還沒沽貨 你不用怕 我怕得這麼瘋 126元 馬 哈哈 玩東西 他怕賺少了 我怕你被人圍攻 真的 有錢賺就很開心 是的 這樣的話 5%都只虧了 只賺 OK 好 都說了很多不同的股份 大家先從Stan申報先有沒有持有 好K 你都厲害 真的厲害 我們這裡的觀眾 我虎藏龍 真的厲害 有什麼持有 有 港交所 然後有阿里 騰訊 然後 無論是這些 你猜沒有Tesla 真的 好啊 麻煩了 反而想這麼快點走 OK的 如果你覺得自己想說 走了會定些 就走 真的 我覺得那些人本身 覺得自己想說走貨的時候 賺夠 對 無謂和自己的心態 亦是自己異 給其他人賺一下 對 換回貨出去 是 OK的 好 立法市昇降653點 繼續和大家跟進市 一會兒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回來再和大家見面